上一回咱讲到 龙神那边杀心大气 而黑狐也终于放出了大招 八条尾巴 画上了八只凶猛的黑狐 同时攻向了龙神 也向龙神展示了一下 不就是同时放出 多方位的攻击吗 他黑狐也会 黑狐果然了得 值得我全力以赴 这里咱们要说明一下 本身黑狐也是接近神迹 道行不浅 加上千年来 他一直在战斗 那经验是丰富至极 不过 想要杀我 你还不够资格 而这龙神 一生打的都是比自己低了很多的人 自从成了神之后 更是没怎么动我手 两相一比 两个人的战斗力 可以说是不相伯仲 但是 神级毕竟是神级 绝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黑狐的攻击一到 龙神又化为了树道血线 不见了踪影 本身入了神级 修了原因 就可以来去自如 面对再强的攻击 他也不怕 这随意变化的身体 就是他最大的优势 撒狗屁龙神 当锁头乌鬼呢 黑狐见龙神消失了 依旧不依不饶的 张嘴就骂 大有几分咄咄逼人之事 不敢打 就别死了嘚瑟 怎给神线丢银 虽然知道龙神随时都会出现 发动攻击 但是该有的气势 还是要保持住的 黑狐老大太厉害了 看来龙神也不是他的对手 不对 这么一看 战场上 黑狐完全占据了上风 可把陈小狗高兴坏了 但是陈老狗却不那么看 到现在为止 龙神展现出来的实力 比龙爵没高出多少 陈老狗说的没错 若是真的这样 就不是一个神该有的样子 别忘了 他可是神 他一定还有更厉害的大招没使出来 听爹这么一说 陈小狗的心又提了起来 还来不来了 跑了是咋的 那老子可要拿着龙子回甲了 黑狐依旧地叫嚣着 虽然他表面上嚣张至极 但是却时刻地紧张戒备着 正在这时 黑狐忽然感觉到后背 有一股进风起来 回头一看 就见一道黑色的龙卷风 夹带着尘土碎石 急锁地冲了过来 这阵龙卷风来得极快 眨眼间就冲到了近前 顿时把黑狐死死地 卷到了狂风之中 虽然有大阵护着 碎石进不来 可是那啪啪啪的碎石撞击之声 还是仙家山一行人 心惊不已 生怕这强大的力量 冲破了大阵 风圈里 虽然被碎石割得浑身巨疼 但是黑狐依旧不敢闭眼 他知道 那龙神引在暗处 等待着时机 给他致命的一击 果然没一会儿 龙卷风中慢慢地显出了龙神的身影 双眸中寒光一闪 瞬间龙神的攻击就来了 龙神的攻击简单而粗暴 一张大鹤 他强行把疯狂旋转的龙卷风 停止了下来 如果一直随着一个方向 高速旋转还好 一旦猛地停下来 那强大的惯性 足以把身体撤碎 黑狐此时的感觉便是如此 本来控制着身体随风而动 已经抵消了龙卷风所形成的伤害 可是龙卷风突然停下来 身体就受不了了 身体瞬间被卷入高空中 旋转了起来 黑狐就像是停不下来的陀螺一般 被甩出去了十几米远 然后打着滚地砸在了地上 龙神哪里会给他站起来的机会呀 紧随着黑狐就发动了攻击 黑狐刚刚稳住了身体 还没等爬起来 那攻击已经到了身前 一张线虫编织的巨网 瞬间扣了下来 把黑狐死死地困在了当中 巨网后面 一根利剑瞬间攻到 此时 黑狐就是有再大的本事 也躲避不过 这一下 结结实实地 砸在了黑狐的肩膀上 不仅如此 李剑刚刺入身体 黑狐就知道坏了 因为无数的线虫 顺着伤口 快速地钻入了他的身体 黑狐老大 战斗到了这个层次 仙家山其他人 谁也帮不上忙了 只能在一旁 又是跺脚 又是大喊的肝着急 黑狐放出了仙体 八尾灵狐 冲破了线虫网 但此时 他体内的线虫乱窜 已经快要入脑了 那痛苦劲 一般人根本就承受不了 黑狐 你不错了 大概距离神 也只差好理了 跑尸狗见黑狐受了伤 也不顾自己能不能行了 凶猛地扑向了龙神 可即便这好理之分 我是神 而你 可是他的攻击 丝毫影响不了龙神 只是个任我宰割的仙家 难道这就是一个 神级人物的真正实力 仅仅一个突破 就可以相差如此悬殊吗 可是黑狐毕竟是黑狐 近千年来 他不知挑战过多少 比自己厉害的人物 哪里会轻易言败 只见 黑狐竟然把自己的 八位灵狐的仙体 整个吞进了体内 就这点旁门左道的伎俩啊 你以为我就不会吗 没过一会儿 就见到他身体上的 丝丝红点消退了下去 把那些鲜红的血腺 逼到了肩头的伤口处 又过了一会儿 那大豚的腺虫 全部都被逼出了 黑狐的身体 同时他的伤口 那八位灵狐的仙体 也钻了出来 不过大家都能看出 这一套操作 让黑狐也上了元气 一向硬气的黑狐 此时也显出了 极度痛苦的模样 我倒想看看 你还能停几次 一是因为这线虫剧毒无比 直接入了体内 光毒素就够黑狐喝一壶的 再加上线虫对血脉的强烈攻击 铁打的身体也承受不住 同样的早速用两遍 你不嫌烦吗 一口鲜血喷出 让黑狐的身体好了许多 其实 这血是黑狐逼出的毒血 再说了 现在也该轮到我了 黑狐不会再让龙神攻击 八位一缠 当先就攻向了龙神 哼 你这也不是新招啊 这样的攻击 龙神同样也不怕 他的身体 瞬间又化作了一团细线 想要躲避 什么 还有一根 可是不想 此时那八尾忽然散开 一根极细极细的尾巴 急速地射到了龙神的身前 此时龙神根本躲避不及 只能抬起手 硬生生地接下这一击 这根尾巴不仅又尖又细 攻击力也是最强的 瞬间就刺穿了龙神的手臂 这一下 可是结结实实地 攻击到了龙神的身上 吓得他慌忙躲进了自己的视线中 又一次地消失在了龙洞 没错 黑狐已经修炼出了第九条尾巴 虽然这条尾巴还不成形 但是黑狐变若为敲 把这根尾巴先修成了尾字 为的就是出其不意地偷袭 对付强劲的对手 黑狐始终留着后照 谁也不知道 他还有什么本事没使出来 正因为如此 吃了亏的龙神 始终要分出部分精力 时刻地提防着黑狐 但黑狐也知道 底牌一漏 再想偷袭一刻就不容易了 他同样警惕地 注意着周围的变化 忽然 黑狐面前的空间 有了一丝扭曲 慢慢地 这龙洞中 竟然出现了一个 漆黑的平面洞口 看来 那龙神要现出真身战斗了 果然 黑洞之中 出现了龙神的身影 他没有任何的动作 可是那黑洞 却是越来越大 黑洞扩散的速度极快 眼看着 就要向黑狐吞没进去了 这黑洞 似乎有某种神秘的力量 把周围的一切 全部都吞噬了进去 黑狐无奈 只好率先向黑洞中的龙神 发起了攻击 但是 身在黑洞中的龙神 连躲避都没躲 嘴角始终挂着笑容 果然 黑狐很快就发现 自己的攻击 一旦陷入黑洞 便完全失去了控制 不仅如此 那黑洞强大的吸力 瞬间就把八位灵狐的 仙体和黑狐 一起拉入了黑洞之中 不管黑狐如何抵抗 根本就无法与那黑洞抗衡 身体被慢慢地吸了进去 接着 他就跌入了无底的黑洞 不见了踪影 吸进去了黑狐 龙神也停止了扩散 他似乎也不想停留 转眼间 连同黑洞 一起消失不见了 仙家山中人又一次陷入了震惊当中 这个级别的战斗 已经颠覆了陈小狗等人的认知 坏了 这一次黑狐无论如何 也无法凭着自己的能力逃出来了 还是陈老口第一个反应了过来 据说 修出了自己的宇宙的大神们 都掌握了宇宙万物的奥秘 可以利用能吞噬一切的黑洞 被吸进去的人 没有人可以活着出来 什么黑洞的 众人士一无所知 正在他们心急如焚的时候 突然 身后响起了一个苍老的声音 陈老口在哪里 回头一看 只见龙洞深处 走出来了一个 身穿苗幅的老婆婆 手中还托着一个长布包 我来给黑狐送件东西 这位老婆婆 众人都不认识 但是陈老口却一眼就认出了 这正是龙眉的师父 马骨婆 马 马前辈 陈老口顿时有些激动 忙着跑到了马骨婆的身前 你可算是来了 陈老口稍有些语无伦次 也感觉到了身体有些失礼 忙着单膝跪在了马骨婆的面前 晚辈陈老口 白见马前辈 快起来吧 你呀老了 就不要折我的瘦了 也难怪陈老口如此尊敬 马骨婆的辈分极高 又是龙眉的师父 别看陈老口年纪大了 在人家的面前依旧是个小辈 若不是取得东西太难 我还能早来一些 黑狐呢 我带来了他的灵狐剑 马骨婆叫起了陈老口 把手中的布包滴了过去 灵狐剑 已经是黑狐天天挂在嘴边的灵狐剑 陈老口也是一惊 这把宝剑当年大阵将神时失落了 原来一直被马骨婆守着 可是 黑狐他 对了 若是黑狐在 不知他得高兴成什么样子 可是此时 他身陷黑洞 生死未卜 正想到这儿 突然陈老口的脑中 灵光一闪 我有办法了 陈老口曾听黑狐说过 他在灵狐剑中有克灵 宝剑与他心意相通 但是 黑狐上次自爆了内丹 这联系也断了几十年 若是此时能再次建立起联系 必然会助黑狐一臂之力 可该如何让这一狐一剑 再次建立联系呢 陈老口思索了一会儿 突然 他想起了黑狐刚才受伤时 曾滴在地上的几滴鲜血 陈老口轻轻地打开布包 一把漆黑的骨剑 咬人大汗 仅仅是抓在手里 就感觉通身都打了个冷战 可见 这真的是一把上古神兵 接着 陈老口手腕一转 把这灵狐剑插到了地上 黑狐滴落的鲜血之上 果然 陈老口猜得没错 地上的血迹竟然被灵狐剑一点点地吸收了 鲜血一入剑 就听到剑身 嗡的一响 散发出了逼人的剑气 咱们再来说黑狐 此时 他发现自己置身于一片血石当中 八位灵狐的仙体也无法地召唤出来了 更可怕的是 自己身上的每一处伤口都被腐蚀着 脚下的血池也在不停地融化着自己的身体 这么下去 怕是用不了多久 自己就会被融化在这血池当中 眼前的情况 黑狐看得很透 自己真的是完全没有逃生的希望了 可惜呀 只差一步 龙神飘在黑狐的眼前 不停地冷笑着 你永远也无法成为神了 黑狐不知道 龙神自从入神级后 虽然从来不与人交手 但是 他每日里都在研究着黑洞 把自己之前修炼的血池与之相结合 创造出了这个可以腐蚀一切的恐怖空间 黑狐无心和龙神斗对 正有些绝望之时 突然脑子里嗡的一声 这声音他太熟悉了 他怎么都没想到 自己的灵狐剑竟然到了